男人的双手被牢牢捆住 两边拴着百金巨石 摇上更是挂着锁链 分别由五个壮汉拉着 此刻他已经陷入绝境中 周围全是跃跃欲试带刀的敌人 但男人的眼里却写满了不屑 敌人冲上来 他紧凭被看着双手就将他们西术解决 最后男人更是杀疯了 只轻轻一争 五个壮汉就在尼巴里摔了个狗吃屎 然后将百金城的石柱 捂得呼呼声放 一当连招 敌人全都干趴下 这个开挂的男人 他从小命运多串 他被遗弃在火车轨道边上 被四个哥哥捡到 去了名字叫大力 由此开启了大力出奇迹的一生 哥哥们也是孤儿 靠着捡垃圾尾声 天尾被地尾床四处漂泊 看不到一点活下去的希望 那天他们本来是相约自杀的 可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 大笑了他们的念头 出于好奇 他们去找声音的源头 屁股离开铁轨的下一秒 火车粘过了他们刚才坐着的地方 他们见大力身上有伤 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可孤儿哪有钱付医药费呢 好在一生是个好人 听了他们的遭遇 不仅没收钱 还把五个孩子都收养了 真是个大善人 日子就这么平静的过去 大力也到了上学的年纪 他打小就跟哥哥们不同 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一次坏人威胁他们 大力挺身而出 先是一个砖头干在坏人脸上 坏人转头想投死大力 没想到他不慌不忙 等坏人一近身 一朝猴子偷逃 海底捞月把坏人干费 哥哥们是对这个愣子弟弟目瞪口呆 从此越发的依赖他 一眨眼又过去了二十年 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 娶其生子 除了大力 他对他老婆没兴趣 只是很喜欢和小侄女们一起玩 大力在家忙着照顾嫂嫂和孩子 哥哥们就没有后顾之忧 专心发展事业 其中最牛的是大哥 年纪轻轻 已经成了前途不可限量的检察官 他公正联名 从来不管对方有多大的背景 因为这个 大哥在选举时 热上了印度一个党派的领导人 领导人派手下去闹事 给大哥扔下了一把车钥匙 外面车上有两亿五千万 这事给我平了 大哥小心翼翼的 结果车钥匙扔给手下 去 把外面那辆车也给我查封了 向政府官员行贿 最佳一等 这给领导人气的 现在正是两党相争的紧要关头 可不能出岔子 他把大哥抓来 用家人的生命要挟他 这可惹怒了大力 抓我哥还要杀我全家 他单枪匹马 闯入敌人老卧 站在老哥身前 一把掌把领导的桌子给拍烂了 想动我家人 先问问我大力同不同意 他们要是上了一根好猫 我抽你的劲 把你的皮 拿你的肉泥 你也小人 然后就带着哥哥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领导从没有见过 逼自己还要嚣张的人 鼻子都气歪了 于是他勾结了当地的军阀 趁哥哥和大力不在 闯入了他家 无限亲人 窝藏罪犯 将他们都抓走 准备处决 危急时刻 大力为了家人的安全 向领导人道歉 谁知道 这领导人等鼻子上连 向杀人灭口 你无情 就休怪我无依 大力瞬间 化为超级赛亚人 一拳都下去 隔着人 把墙都给哄塌了 他身体里 好像有内力 一招隔山打凝 生物几十个 拿着枪子杂鱼 也被陷飞了 他一己之力 就干翻了整个军队 最后 一伙拿着流星锤的撞汉 使徒阻止他 反而被他身上的 王八吃气震翻 大力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面对着成群 冲上来的瞎兵蟹叫 他只用了一个动作 就让他们倒下了 真不愧是 印度神片里的男人哪 拿到武器的大力 更是杀疯了 上百人的军队 愣是伤不到他一根汗毛 一旁的领导人 和军阀都吓傻了 就在此时 一伙黑衣人突然出现 原来是这个帮的 政府军和联邦首席部长赶到了 扫乱很快结束 部长带着政府军 亲自找到大力致谢 这一幕让旁边的大嫂 非常不见 这个平日里的愣头镜 一冲动就会做坏人的小弟 怎么会和联邦的部长认识 部长亲自和他做了解释 但这个理由 却让大嫂晴天霹雳 她的丈夫已经死了 就死在这片土地上 原来 这个叫做比哈尔的联邦区 五层丰富 土地肥沃 本来人民远离纷争 想往世界和平 过得很安逸 但一个人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区域内开始被战乱所扰 这个人就是黑老大 他呀 占山为地 自立为王 手下更是有装备精良的 四人部队 因为势力大了 他放任手下 愚弱百姓 操绝人命 更别提把政府 放在眼里了 在帮政府举行的 选举大会上 他带着一群手下 大开杀戒 更是找上部长威胁他 由于部长阻止不了他 只好向中央政府求助 大哥就是在这时候被派来平定叛乱的 可惜他一届文弱书生 怎么能跟流氓讲道理 没过多久就被黑老大抓起来羞辱 黑老大将他带到山上 告诉大哥 如果不入伙 就拿他为老鹰 还好大哥机智 找了个空档逃了出来 在有信号的地方 给大力打了个电话 还在被抓前发送了定位 大力一看 哥哥有难 这能忍吗 直接抢了匹马 一路狂奔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狂扫三百人 跟拆钱般一样 跑到了定位的地点 可这里早就人去楼空 大力心生一气 假装重计被生起 最终找到了哥哥的所在地 虽然他被限制的私私地 可这难得倒我们的大力战神吗 他直接开启 无双歌唱模式 一顿操作下来 自己毫发无损 黑老大却损兵折将呢 大力一见杀出一条血路 想带着哥哥撤离 没想到黑老大追了上来 要跟大力决斗 大力二话不说 对着他肚子来了一下 没想到 这是黑老大的调虎离山之计 他的最终目标是打哥 大力怒火中烧 对着黑老大又是一顿输出 可惜已经晚了 在山区中 哥哥伤得太重 拎了便当 而荒问之中 没人发现 黑老大没有死 还被手下救了回去 嫂子听了这个故事 犹如当头一棒 哭成了泪人 但她是个坚强的女人 在去丈夫的坟墓祭拜后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斩草除根 为丈夫复仇 她带着大力找到了 还没权益的黑老大 心仇旧恨夹在一起 大力这次是开了一百的怪 几下就把小罗罗们都解决了 而黑老大也就是垂死挣扎了几下 就被大力一记生龙霸彻底打趴下 恶霸被解决 地区恢复了瓶颈 大力和家人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得不说 印度人拍这种英雄主义 胆人开挂的电影真的一绝 有这能力 直接手撕米过不是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